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来了解一下今天这对情侣在他们的情感之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她母亲比谁都重要 做什么事向着她 根本没考虑到我的感受 我觉得孝敬父母没有错 她还总是埋怨我不支持我 让我左右为难 她母亲明明对她有偏见 她总是向着她妈 我为她付出这么多 她却没看到 都是一家人 她还总拿我母亲的事情来斤斤计较 我希望她能够宽容大度一些 这是一场婆媳之间的冲突啊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邓先生 三十二岁 来自四川 自由职业 黄女士 三十二岁 来自四川 自由职业 欢迎两位 欢迎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九年 有孩子吗 有 两个 男孩女孩 男孩 俩男孩 对啊 跟婆婆关系不太好 还可以吧 就是她结婚前跟结婚后 她完全不一样了 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变了一个人 什么是向着她妈 行 她怎么向着妈了 说说吧 说说吧 结婚之前嘛 我觉得她这个人还挺老实的 挺好的 结婚之后 发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老实了 就是啊 什么好像就瞒着我一样的 她都瞒过你什么事啊 就比如说 我们刚到新疆的时候 你们到新疆干嘛呀 结婚以后就到新疆那边去了 你们资料上面俩都四川人 跑新疆干嘛去啊 家里面之前他们都在新疆 哦 你们是四川去新疆工作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哦 然后呢 结婚以后 本来我那时候 在四川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她非得拉着我 跟她一起去 帮她妈种地 那时候嘛 我的工资也没拿上 她要拉着我去 我就跟她没办法 看她也挺孝顺的 我就跟她去了 去了新疆以后呢 才发现她完全变了 咋变了呀 就是不是我们刚去新疆的时候嘛 那时候我家里面条件 比较艰苦 每天吃西饭 吃咸菜 我妈替我这那边过得挺辛苦的 大了远的 从四川给我带了一些土鸡蛋过来 我妈说给我补一下身子嘛 看我在这边过得那么苦 就给我补身子 谁知道她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土鸡蛋全部拿去送给她妈了 一个都没留 是一个都没留吗 对 这为啥不给媳妇留点呢 她妈送过来的鸡蛋 都是包装好的 你不能拆开 送的也得送一个完整的 你拿几个过去不就得了吗 这有啥啊 一家人啊 儿子跟妈还讲那礼数啊 不是 我妈身体不好嘛 让她们补一下身体 那你拿去也不 应该全部拿过去啊 也得给我留一点吧 我们人年轻 身体好多吃一点少吃一点 无所谓的 那你就是巷子里妈了 那是人家妈给人闺女儿的 又不是给你的 你干嘛随意处置啊 我们都是两口子嘛 我的也是她的 她的也是我的 哎呀 她这个时候真会说话 那是我妈拿给我补身子的 你拿也不是补可以拿 你拿可以拿一部分也可以 你全部拿去我肯定生气了 平时干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她妈本来对她就不好 你看嘛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 她在外面干活的时候 没回家她妈 真怕她姐饿着了 赶紧叫她把饭吃了 不就吃饭嘛 早一点吃晚一点吃都无所谓 都是一家人 那你姐没肥来的时候 为什么筷子都不让我们动 还怕好吃的 全部夹在你姐碗里面 真怕她没吃着一样的 这就吃个换嘛 这是多少年的事了 你还天天挂在嘴上 那这是小事 那借钱总算是大事了吧 借钱的时候 她姐一说没钱 她妈立马就把钱借给她了 好像是提款机一样的 那是我妈的钱 她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 那你去借钱的时候 为什么说了半年的好话 答应借一点钱 还叫烦利息 还叫写欠条 那可能她当时也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那没到烦钱的时候 为什么就催着要 还四处打电话说 我们借钱不还 她也没到处打电话呀 她就是好久 没给我姑他们打电话了 就唠唠家常随便说了一下呀 你妈就这样对你了 你还是向着你妈 从来没为我想过 我先拦一句行吗 你在家里行几啊 老三 还有一个哥哥 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同母异父的姐姐 对 现在你们三兄妹在一起生活吗 现在没有了 你们现在还跟妈妈在一起生活吗 对 哥哥姐姐还跟妈妈在一起吗 没有 姐姐现在还在新疆 哥哥在重庆 哦 妈妈现在也在新疆吗 妈妈没有 妈妈在我们老家 这不是这个事不就过了吗 你怎么还叫这些事呢 不就过去的事 还有事情还多呢 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嘛 本来自己家里面 一大堆活都没干 她非得拿着我去跟她妈干活 本来我们买这个地 就是为了挣一点钱 那是人家哥哥姐姐也在地里面干活呀 爸妈身体不好 我们都去干 早一点干完 爸妈他们也少干一点嘛 你可以自己去干啊 那我不去干 你为什么还骂我 说我不会为人 没有孝心 不就让你干个活吗 你咋事情这么多呢 等于你们也有土地 父母那边也有土地 你们自己地里的活没干完 你先生让你去父母的地里种地 你不愿意去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地早一点干 晚一点干也不熟 是是是 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吗 行 种地的事儿 还有啥事儿你心里不舒服 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也是 本来那时候小孩小的时候 就爱哭 我还做家务 叫他跟他妈说一声 叫他过来看两天孩子 他也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我们人年轻 我可以自己待啊 爸妈岁数大了 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不去 我说我自己去跟他说 你还威胁我 我说跟他我离分 我那当时不设计是气话吗 小孩天天闹 我本来就烦得很啊 你哪里是气话呀 你明摆的是向着你妈妈 你妈本来就对你不好 你老是向着她 从来没为我想过 我月子做完的时候 都没见到她妈一眼 你母亲在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对 你媳妇跟你妈之间还有矛盾吗 有一点 还有矛盾啊 那不像矛盾 那是她向着她妈 她妈本来就对她不好 她老是向着她妈 好好好 故意这样说的 你对她好吗 我对她好啊 就是那次作业的时候 她病得挺严重的 病的通知书都拿下来了 我白天做兼职 晚上还去照顾她 我跟她的妈打了好几次电话 叫她妈过来看她一眼 就不过来看 我妈当时不是也是生病了吗 生病了 那是你找的借口吧 生病了 哪里生病了 妻子天天为这点事 就跟你磕磕绊绊 对 你今天来想解决什么吧 就希望她以后 不要老是什么事情 都向着她妈 也多为我们这个家 多为我考虑 我觉得她对我妈 还是有一点偏见嘛 毕竟她就是看我 对我的妈太好了 对她妈不是真的好 你对你丈母娘也不好是吧 不是 因为我妈她们 稍微偏向哥哥姐姐一点 我就是想对父母她们好一点 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融洽一点嘛 你也是觉得你妈有点偏心是吧 有一点 所以你这么做 是希望你能跟母亲的关系有所改善 然后母亲对你们这一个小家好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感觉还是挺有想法的嘛 你们俩之间没事吧 出了妈的事 没有 没有多大的问题 你心里觉得委屈不 我心里觉得不委屈 不委屈 那你觉得你媳妇委屈不跟了你 有一点 老实八交的好男人 其实妻子心里不就一口气嘛 消不下去是吧 是有一点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分析 看来能不能排解你那点欲气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黄女士 问你问一下 你是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有 你们家偏心吗 我们家不偏心 所以其实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 在匮乏状态之下的父母的偏心 但你突然之间又遇到了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赵川老师刚刚说了一个点是很正确 就是你就是心里一口怨气 这口怨气就是在你看来我们是一个小家庭 我们这个小家庭在整个大家族当中 我们付出的是最多的 但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利益 好处或者关爱 凭什么 无非就这么几个字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家和大家之间的一种 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提醒丈夫注意一件事情 这症结其实还是在你身上 但这个症结我倒不觉得是不是 你应不应该孝顺的问题 该孝顺的地方我们肯定是要孝顺的 问题在于你到底够不够关心你太太的情绪 她开不开心吗 她高不高兴吗 你有没有哄她的能力吗 你有没有让她高兴的能力吗 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从你父母那边 哪怕表面上面拿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回来哄哄她的能力 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他们家拿来一框鸡蛋 你知道全拿去给你爹妈 那你爹妈那边有好东西 是不是你也可以拿一点点 不用多一点点回来 给老婆尝尝呀 让她开心一下呀 说这是我妈给你的呀 情绪嘛 无非就是一个哄嘛 所以我要提醒你一句话 对你的父母要讲孝顺 对跟着自己吃苦的老婆要讲良心 孝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 良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是欠缺的 所以今天回去之后再想一想 为爹妈做了那么多 为自己老婆应该做一些什么 好 谢谢 刚才赵川老师问了您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岳母怎么样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被她混过去了 她一直在提公平 我们都希望在婚姻当中是公平的 但这个公平我觉得分很多种概念 那比如说她会觉得说你对妈妈好 而妈妈根本不爱搭理你 这是不公平 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上 你对妈妈那么好 家里丈母娘拿筐鸡蛋来 都要赶紧送给妈妈 但是你从妈妈家拿来的东西 有没有一点送给过丈母娘呢 没有 没有吧 孝顺这个词对于所有结了婚的人来讲 它应该都是双方的 你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但是人家那也是父母 是吧 你光顾着自己的妈妈了 但是你忘了其实岳母也是你们的母亲 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方面来看 这挺不公平的 而且我觉得你这一点做得特别不好 反而会加重你爱人心里的怨气 另外这个先生我们整场听下来好像就觉得说他特别孝顺 然后孝顺的妈妈还不领情 但你没发现你这种孝顺其实就是一种讨好嘛 我妈妈最不喜欢我 就喜欢我哥哥喜欢我姐姐 我就是想讨好他 你讨好他可以啊 但是现在你是拖累着家人 拎着我媳妇再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一切都搭上 我就是为了讨好我的妈妈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你知道先生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 我经常会说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啊 有些父母他喜欢哪个子女 他对哪个子女好 一定是在心里他觉得这个子女更有出息 往往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父母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特别建议你啊 就是你想让母亲对你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除了跟哥哥姐姐一样去孝敬父母以外 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能干一点 更有能力一点 而不是说天天就彪着妈妈身边 我对妈妈好听妈妈的话 家里有那么一筐鸡蛋 我都要送给妈妈 可能当有一天 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不匮乏了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可以让我的妈妈 让我的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觉得你会得到父母的认可的 好不好 其实父母心里都知道 妈妈她肯定是爱你的 但是我们不要真的把这个所谓的一些形式的东西 看得那么严重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心 我觉得就足够了 你说其实我在场上啊 听你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妈妈对你不好 我对你才是真的好 我觉得你说错了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应该有两个小孩对吧 对 你会更喜欢谁呢 都一样两个 你会对谁更好一些呢 都一样的呀 都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 她有一个哥哥与姐姐 她的母亲对三个孩子都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说你妈对你不好 即使你是妻子 你也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 这种话你说的越多 你就把她越推向她的妈妈 其实你要的不是这个 因为其实一开始主持人也问你说 你跟婆婆关系是非常不好吗 不是 还可以 所以没到说跟对方的母亲水火不相容那一步 远远不是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最大的意见就是对她 她的心没有在你这个小家上 这是你应该抓住重点去说的事情 男生 我问你一句话 是你跟她之间还有那两个孩子 你们这个小家重要 还是你和自己的母亲 那个家重要 二选一 你选哪个 我们自己的家庭 你这是这么做的吗 没有 你没有这么做 我在资料上有看到 你们现在有房吗 没有 好像卖了地得了一笔钱吧 对 做什么去了 给我妈买那个保险啊 保险 理财产品 还有什么 还给了他们一笔钱 请问 你这些事情有没有跟你的妻子商量 没有 请问 这笔钱出去之后你们还有多少钱 没多少钱 请问你这个小家怎么办 我觉得嘛 那个我们人比较年轻 孩子还小 钱吗可以慢慢振吗 其实你这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你真正的是自私 你自私的想说通过自己的表现 让妈妈更加看重自己 你其实实际上自己在那个家里的价值 这里没有你自私的部分 同样你做的不对的是 这笔钱是你一个人的吗 是属于你们这个家庭的 你都没有问另外一个主人的意见与否 同意与否 你就自自做这件事情 太不对了 所以说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你的老婆并没有挑拨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 她只是鸣不平觉得你的心没在这个小家里 你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虽然是一个儿子 但同时你又是一个丈夫 另外你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两个角色的责任你都没有承担起来 明白吗 我给你一个建议嘛 如果说那笔钱能够要过来的话 我建议你和你的母亲谈一谈 因为你身后还有一个女人两个孩子呢 好不好 好 就这儿 你觉得你聪明还是她聪明 她聪明 她哪儿聪明呢 她对她妈好啊 对她妈好就是聪明 对 聪明的人才对她妈好 笨的人才对她妈不好 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对 但她对她妈妈好并没有得到她妈妈的回归 她是她儿子应该的嘛 你认为是应该的是吧 那你就没有什么怒气啊 那你有什么意见呢 对她妈好是应该的呀 但是她也应该有时候为我着想啊 她一心一的心思全部发到她妈身上去了 一点都没关心过我 那我问你 她们家三个孩子 为什么她妈妈就对她不好啊 那是她妈才知道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她的想法我也不知道啊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种问题 那你就得知道啊 必须你自己去了解她 妈妈脑海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偏心大哥和大姐 为什么就对她不好 你得去了解啊 你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我不认为你丈夫是个老实人 你说她很善良 很厚道 我觉得她也不厚道 不跟你商量 这叫不尊重你 私自做决定 自己的妈和别人的妈 也一碗水端不平 所以我非常赞同苏醒老师的话 其实从她的内心深处 她害怕自己的妈妈 她一直以来在用一种 所谓谄媚的方式 来获得一种妈妈的关注和关爱 而这种方式越做越过 其实父母偏爱孩子 倒未必像苏醒老师所说的 一定是偏爱那些有本事的 我看到的好多恰恰相反 越有本事的越不喜欢 越喜欢那没本事的 但是嘴巴乖巧的 你丈夫显然是一个笨嘴巴 她平时会跟你说浪漫的话吗 没有 她跟她妈妈会说乖巧的话吗 那我不知道 你会说吗 我不会说 既然你们两人都是笨嘴灼舌的人 那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父母爱偏爱谁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们是没有道理去质疑的 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过好自己的日子 对于你丈夫的要求只有一点 就是对于大家和小家要公平 对别人的妈和自己的妈要公平 这一点做得到吗 做得到 有事跟她商量做得到吗 做得到 她只要做好这两点就可以了 你们两人都不是那种乖巧伶俐的人 都是两笨嘴灼舌的人 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就别想着跟别人去争宠了 相反 当你们自己自食其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的时候 不去嫉妒别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你的日子也就过得更安静了 所以今天所有的事情 与婆婆没有关系 而是你们夫妻之间尊重的问题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你真的端得平大儿子和二儿子的水啊 可以啊至少现在可以 以后呢 以后呢 以后也不知道 现实情况就是 没有一个父母能够端得平所有孩子的水 这就是第一个现实情况 第二个所谓具有特色的情况是 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先生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细节啊 姐姐是同母异父的姐姐 实际说白了就是 妈妈带着这个姐姐改嫁过来的 是吧 对 姐姐先去的新疆吧 因为妈妈她们离婚的时候 姐姐还小就跟着她姑姑去的新疆 所以提醒注意一个细节点啊 反正咱们也是瞎猜啊 你也是孩子的妈 我把这个事儿猜给你听 希望你能理解 母亲可能对那个闺女儿是有愧疚的 所以可能你说的那个偏心 我们承认偏心 偏了嘛 就是以后你大儿子如果没你二儿子混得好 你也会偏心的嘛 这是当妈的都这样 听明白了啊 事儿反正都过了嘛 今天呢主要 稀释宁人的态度是特简单 过好自己的日子 多子女家庭的这点事儿 真的说不清楚 完全断不清楚 每个家庭跟每个家庭的情况 都不一样 我们也不瞎猜 那只能有一个要求 听媳妇的话是 钱让媳妇管 事儿让媳妇断 你这听媳妇的话是 钱我管着 事儿我都做了 回来癌讯的时候听话 那哪儿行啊 所以老师们说那个最简单 把心放宽一点 你要记住 你还有两个儿子 你跟你婆婆的相处方式 决定了未来你儿子 找什么样的女人 那个女人 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你相处 为了自己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至于您呢 有些事儿都做了 也退不回来了 后悔也没用了 对吧 就记住 从今天开始 要对媳妇好 对媳妇的妈也好 当然对自己的妈也好 听明白了不 听明白吧 就是 要对这三个女人都好 接下来留给你们吧 那个跟媳妇说点心里话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留下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了 总拿我父母的事情 来给我斤斤计较 我父母岁数也大了 毕竟身体不好 我希望你能宽容大度一点 我也希望你以后 能和我一起好好地孝敬我的父母 我跟你去新疆 一去就是八年 再在八年里 我受了多少委屈 吃了多少苦 在你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 可有可无 你妈对你那么不好 你还是偏向你妈 什么事情向着你妈 我们还有一两个孩子 你又没为我们的两个孩子着想 在你心里到底是你妈重要 还是我们这个家庭重要 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 还能不能再坚持下去 所以呢 八年在新疆干 认为是去跟老公开城打了天下了 最后这天下的利益 自己一分钱没落到 哥谁谁心里都不痛快 我说的对不对 这跟笑不笑没关系嘛 哥谁心里都不痛快嘛 本来他把夫妻之间 八年打拼的全给造了嘛 我说的对吧 他没用到吧 你们家没用到吧 这八年是白干人 心里没有这口气 还在那说人家不孝顺 人家怎么不孝顺了呢 怎么不孝顺了呢你说 哪不孝顺 你说他做的哪件事是不孝顺的 你说 你把鸡蛋给你妈之后 他到你妈那把鸡蛋拿回来砸了吗 跟你妈冲突了吗 有没有 你们在新疆这八年卖完地那些钱 你自己暗地里全给你妈那边花了 他说过吗 也就说你吧 去家里吵过吗 没有 这不就完了吗 孩子那说人不孝顺 怎么不孝顺啊 本来就想抹个悉尼得了 没完没了 孩子那不依不饶 你过不过吗 过了 过就老实点嘛 错没错嘛 错了 老婆对不起 心情顺多了吧 你看 回吧两位 谢谢你们 请关门 请关门 所以咱老祖宗那句话特别对 清关难断家务事 咱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件家务事的冰山一角 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每个人是怎么想的 咱也不清楚 所以老师们那个建议是对的 回家好好地沟通嘛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下载金云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云APP 天津IP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看这对夫妻怎么选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10分钟 好 谢谢 原来 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定好去年年底结婚 可她因为工作总是不能陪着我 我不想总是一个人生活 她的变化让我现在心中很害怕 我不知道如果继续下去 我还能坚持多久 她总说我变了 可是她总是不能陪着我 我又能做什么 她现在这样的做法 让我每天除了工作 还要无时无刻操心着她 我希望她可以理解我一下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王先生 24岁来自山西自由职业 张女士 23岁来自陕西自由职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女生来这儿是要个说法的 是吧 对 去年年底就该结婚 是这意思吗 是 到现在也没结 对吧 对 要什么说法 就想问这个婚还能不能结了 本来我们是18年年底 就准备结婚 然后她父母也是在 她大学毕业的时候 给她买了婚房 就在我们那儿 之后她在大学期间 也打工兼职 就赚了十万多块钱 当时她给我承诺说 要用这十万多块钱 就是说给我们结婚用 我还挺开心的 但后面她就把这个钱 自己花了 也没有跟我商量 然后就很生气 并且她现在这个工作 就是很少就见到她 什么工作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婚期 就一拖再拖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认识 是因为一场慰问演出 认识的 然后我们当时 去慰问演出的地方 是在陕西的南部 我们当时在那儿慰问演出 我们在后台 也认识了那个村的村长 我们在后台 通过了解的话 我指导了她的基础 产业建设 她讲完她的故事以后的话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就想说在我毕业前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组织一个团队 毕业之后 我们去帮助她 干这件事情 因为她一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 去了吗 去了 就开始她非常支持我 我是支持你 但是后面我不知道 你会很少很少 我们俩再见面 也是她最开始特别支持我 所以说我当时用了 十万块钱的时候 我也没有说特别的 要跟她说 等于这十万块钱 现在拿去做项目去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情况你都知道 我是后面知道 是她跟朋友一起合伙 现在应该是不在女朋友的身边 是吧 经常是不在 因为你工作需要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初创的公司 前期的话人也比较少 一忙起来的话 一个人要当十个人的去用 所以男生现在的意思是 没时间结婚 没条件结婚 还是怎么了 确实是有没有时间的原因 然后也是因为我 把我几乎所有的积蓄 全都放在现在这个公司上 我是想着就是说 等公司运转几年之后 然后再跟她 说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 我希望她能理解理解我 她有什么让你看着不顺的呀 就是我这个公司 刚刚成立的时候 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黏我 就无时无刻都要在一起 不管干什么 不管我去哪里 我就感觉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没有了我 她的世界就崩塌了那种感觉 然后我带她去 我们基地去开个会 我在房间里开会 她在外面等我 你要在外面等我 你就好好地坐在那里等我 然后她还要给我发个短信 然后就说 我现在想喝水了 你给我送个水 那我在那儿就只认识你 是 你是只认识我 但是我在开会 你就不能等我开完会 然后出来再给你拿吗 然后我说等一会儿吧 然后她不行 然后一开始给我疯狂打电话 手机一直震 我也不出来也不行 然后我就偷偷摸摸地出来 给她拿完 然后我再回去 过一会儿她又说 她要想上厕所 问我要个纸 我又偷偷摸摸地出来 给她给个纸 然后我再回去 弄的半生间工作 也没有办法工作下去 为什么这样 女生 因为她本来就特别忙 我就想让她用送水 和送纸的时间来出来 我们可以再见见 或者说说话 但是你不知道吗 如果你要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那我后面也没有什么 过分的事情 你只会让我的工作 工作也工作不好 照顾你也照顾得不到位 两头我都得罪 你知道吗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她现在的话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会忽然变得就是 就我之前是她世界的全部 现在我就感觉 我不在她的世界里 这也不行啊 你有你的世界 人家有人的世界也不行 来来 说说说说 看这姑娘怎么觉醒 她是嫌我特别黏人 她就觉得我很烦 然后她就告诉我 要让我独立 然后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后来我就觉得 好呀 那你让我独立 我独立给你看呀 那你也不能什么事情 都不跟我说吧 你过生日输液 然后连上输了十天 我都不知道 我有一次就是急性常远延 我想着跟她说了也没用 于是就让我朋友陪着我去 那你就找个男的陪你去吗 大晚上的 那我都急性常远延 难受的都直不起来腰 那当然是要男的来掺扶我呀 那女的能掺得动我吗 你要不希望是男的 那你就回来陪我呀 十天她都没有回来 因为啥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离我们住的地方就比较远 我工作是在深山里面 我们现在住在西安 我要从那开车回来的话 几乎要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而且是中间一下子不能歇息 不是 那个是你选择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没有人有权利 去说你什么 对吧 那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是 现在女生不是也在 试着独立的生活吗 但是她有的时候 就做得越来越过分 还做过什么过分的呢 因为她本身肠胃就不好 我都跟她说了 你平常跟朋友出来 下了班之后 然后一块吃吃饭聊聊天 早早回家 毕竟是个女孩子 对不对 然后她每次吃完饭 还要再跟朋友再去聚 然后再去别的地方再喝酒 然后每次喝完 就到凌晨两三点 有的时候再过分一点 就到第二天早上 本身她酒量就不是很好 那主要是她 又不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每天的工作 烦恼呀 或者是心里受到委屈 我也想要去跟别人说呀 我给她说 她有的时候就不回消息 因为她那边没有信号 她给我说 所以你就买醉 是这意思吗 那我喝酒就快了一点 高兴了 那你上一次 是不是因为你喝完酒之后 然后受伤了 她本身酒量不好嘛 没喝多少 然后就喝多 不小心拽下来受伤了 这件事情她也没跟我说 是她的朋友跟我说的 还是她之前那个男闺蜜 跟我说的 因为她陪着她去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们毕业多久啊 毕业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对 她去创业多久啊 一年才起步 一年 她就是工作就突然一下就特别忙 然后心里就会有那种落差感 那像一些周末什么的也有时间回来看看吧 很少 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那面忙 就我之前说的 我们这是个初创公司 人真的非常少 然后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每次上去之后的话呢 很少会就是说 抽个时间下来一下 然后再上去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现在的阶段 谈恋爱对你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是不是 对 我需要挤时间 那你做过一些什么补救的举动 来挽回你们的情感 或者说来修复一下吗 我有准备给她惊喜我 因为我长期在外面 然后她也经常说 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候很少 然后我就那么做了一次 我说给她个惊喜 然后被她就弄成了惊吓 啥意思 就是那天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我跟她视频 然后她跟我说她要睡觉了 我想的是 她可能是头一天工作太累了 然后我说那行 那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你晚上别出去了 她说行 我晚上不出去 然后就把视频挂了 我挂了视频 我赶紧开车 然后从山上下来 然后再一路高速去到她家 我刚到她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晚上八点多左右了 我刚才叫小军门口 就看见她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出来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她说你现在准备去干嘛 她说你管 我说那你总得告诉我 你跟谁去吧 她说你又不认识 那我说你本来就不认识 而且为啥你一回来 我就得陪到你身边 那你知不知道 我开了那么远的路 我过来是有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我在那边 那你就回来休息 你回来辛苦 你就去休息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吗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吗 你一回来我就得陪在你身边吗 是 我是觉得咱俩现在在一起 你去哪儿去干什么 有必要稍微跟我说一下 哪怕我不陪人去 我跟你说有用吗 我都说了 我跟你说有用吗 如果现在选择跟朋友聚合 选择跟她聚 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 朋友 那你干嘛还跟我们说 你要跟这小伙子结婚 问人什么时候娶你 这什么意思呀 我今天来就看来 怎么给我解释 你现在的 上面写的是个自由职业 是吧 所以自由职业 到底是做什么呢 就是跳舞 工作就是跳舞的 跳舞的 你希望她从事什么职业 我希望她找一个 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给她 介绍过工作 托朋友 她也不愿意去 你给我介绍是什么工作 她给我介绍是在 歌舞团的后勤 那我就不喜欢 我就是一个学跳舞的 我当然是要找 我自己的专业对口 我就是要跳舞 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你说了 咱俩没时间见面 对不对 然后我就给你找一个 能把你稳定下来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找一个 就是说 她也现在开始经常去外地了 你出去短则半个月 长则也是一两个月 你去外地 那你工作都可以这样 我找就工作不行吗 你又没人陪在我身边 我竟然去工作 刚好还能挣点钱 是出去跳舞是吧 对 也是上演是吧 就接演出外地也有就会去 要处就娶我 或者回到我身边陪我 是吧 对 她能去你们公司 跟你一起创业吗 我最开始都说了 如果要带着她去的话 我就已经能想象到 就是那种 那未见得 关键 你愿意到他们那儿 加入他们那个事业 跟他们一起吗 前期是愿意 但后期就不愿意 为什么一开始愿意 后来不愿意 因为她真的 她前期我去的时候 她就表现真的特别烦我 然后就觉得 我对她的爱就是那种 特别卑微的那种 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带着她来啊 就我说的 我带着她的时候 结果就是 不是 你带着她 你是带着她 作为你的私人助理 照顾你的生活去了 还是带着她 把她作为你团队的一员 让她去那儿干活去了 什么也没有 就只是让她 把我一个人晾到那里 就一个人晾到那里 就只是让她在那儿陪着我 所以啊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 所以女生才会伤心啊 你看说到这儿 女生就会哭嘛 你当时跟她去 其实是想加入他们的 对吗 但是你压根觉得 她不具备这个能力 对吧 对 因为真的很辛苦 不是 人家 你怕辛苦吗 姑娘 当时只要跟她在一块 就不觉得辛苦 听懂了没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让她 跟着我去受苦 不是 人家跟你在一起 就是幸福 你凭什么阻止 人家获得幸福的权利呢 虽然说我工作 真的特别忙 平常很少有时间 能够抽出来时间去陪她 但是的话呢 我几乎每天 都会给她打电话 因为我们那儿信号 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为了给她每天打个电话 真的很不容易 我要走几公里的山路 到山顶上 我才能给她打一个 完整的视频 一点都不卡的那种 然后我每天我都会给她打电话 我每天都在想她在干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 就是说慢慢地 就一下把我 从她的时间中踢出来了 就我不想那样 我需要的不是你每天 一个视频 一个电话 我需要是你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不工作了 对不对 要再这么聊下去 那不就是死局吗 因为个人只坚持 个人的看法嘛 没有一个人愿意冷静地坐下来 分析分析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的感受是不爱了 但是还有那么一点点不舍 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的原因 我要说一下 现在久之后的年轻人 有一个词叫游牧青年 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词 说现在久之后的青年是游牧青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在一片巨大的草原上面 所有的人就像是木马一样 你可以四处奔驰 没有一条规定的路线给你 所有的人走的路 很可能都是一条全新的路 所以都会带来一些迷茫 都会带来一些找不到经验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男生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 但是在你的心目中 除了去做这样的事业之外 你还在想 我要去改变一个我未来的妻子 她就应该为我平平稳稳地 安安定定地 很多男生要女生独立 她的独立是有界限的 她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叫你不要来烦我 但是你都要听我的 很多男生要的独立是这样的独立 这不是真的独立 我希望你对将来的恋人和爱人 稍微公平一点 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定义 而不能因为你的工作怎么怎么地 所以他就必须要安安定地 安安稳稳 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将来就是找一个合作伙伴 就谈恋爱就找个合作伙伴 你们奔向同一个目标 我觉得特别好 现在这个情况很简单 就是你把一个女生放生了 她本来一直在你身边 你放生了 放生之后 她的心收不回来了 就那么简单 我知道你们中间 心目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舍 但还是一别两宽 至于姑娘 我唯一给你的建议是 路不要跑偏了 心有时候也要收一收 不管怎么样 你的这个男朋友 他的品性还是很高尚的 我认为这个品性 这个事情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不要因为有人陪你玩 就把品性这个事情给忽略了 这一点 无论何时何地 不管你将来和谁谈恋爱 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好 谢谢大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其实一个男人 在创业的初期 能够陪在他身边的女人 一定是得特别伟大的 因为他确实没有时间陪你 他承受的可能是多重的压力 就别说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了 就我身边多少创业的中年人 四十多岁的 就是说我有家庭 有孩子 我确实一天 可能在公司要待到十一二点 甚至更晚 我都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 而你呢 你就说他没有时间陪我 然后他要没有以前浪漫 没有以前对我好 这是现实的 客观的 因为他那个公司摆在这儿 如果他要不把自己百分之百 哪知百分之二百的精力 投进去的话 那是真的会亏的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可能是有很多他的合作伙伴 合伙人共同在亏 所以这个压力我特别相信 所以我建议你啊 因为你也别上他公司里 跟他合伙创业了 因为我看这个姑娘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 这么一个都市的时髦女孩 你渴望的生活就是自由 就是可以身边有很多朋友 天天陪着一块儿玩的 你到了他的那个公司 你也不喜欢他的业务 然后反而把你自己 也给局限住了 他现在在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在向他想要过的 那个生活去努力 你也照样就可以了 如果两个人不能交集的话 二十三四岁重新再选择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其实很明显 你们现在的恋情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接下来就应该做的是什么 其实要是从这一段 失败的恋情当中 去获得些什么 因为一段恋情 其实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失败你就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 难是你学到什么 其实无论你做的事业 有多么有意义 但是你在这段恋情里 表现的是很自私的 你把他带到你的身边 一起去壮业 你就让他待在那儿 陪着我 这公平吗 他有他的事业 他有他的社交 他有他的未来 但你丝毫不去顾忌 再忙 就不能关注到自己恋人吗 所有忙的人的婚姻爱情 都是失败的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偏偏要把事业和爱情 对立起来呢 一个真正在爱情当中 能够成功的人 一定是可以平衡好 事业和爱情 这才是生活 生活不是一条线 要不有事业 要不有爱情 不是的 生活是多维度的 而真正成功的人 不仅仅能够在事业上成功 爱情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说你从某一个维度上 一点去想的话 这是错误 那真正的生活 是多彩多维度 女生也一样 其实一个男孩如生当中啊 把你从一个特别黏人的 不能独立的一个女性呢 培养成了一个 不能不独立了 对不对 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自己也有自己的 可能未来的事业 现在也经常出差 但是你需要的 仅仅是陪伴嘛 爱情当中仅有陪伴就可以了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千万不要在这一个恋情 还没有完全结束 并且自己的感情 没有完全抽离之前 盲目地去开始另外一段恋情 明白吗 然后自己冷静下来 真正做到一个独立 这种独立不是说 只是我在病了 寂寞的时候 想要找到人陪的这种独立 不是要在真正事业上 自己生活上独立的建计 有自己的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样去做的话 你真正是个独立的女性 你会幸福的 同样你也会幸福的 只不过你们可能 不是在一条道路上而已 谢谢 第一次慰问演出 你是去演出的是吧 是 你是去干什么的 跟他一样也是演出 你是演什么 也是跳舞 你也是跳舞 对 你们是兴趣相投 然后第一次又走在一起 后来他选择了留在那 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事业 而对于你来说 那样的一次演出 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你们选择的生活道路 截然不同 这就像我们在这 常年地把这个爱情保卫站 当成我们的工作 而观众只是偶尔来那么一次 彼此之间的志向 有千差万别 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第一次的相遇 更多的是兴趣相投 更没有什么志同道合 对于男生来说 其实创业的男人不要谈恋爱 真的不要谈恋爱 因为在你刚才所描述的 所有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当中 我都感觉得到 你把自己和自己的事业 当成了生活的主角 而他不过是一个被安排的配角 无论是你最初创业的时候 带他去到你的公司 你让他什么也别干 就那待着 还是说后来 你希望他能够自己独立一些 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你都在安排他的生活 他不是主角 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个配角 那你又何苦让一个人 做你身边的配角呢 你为什么不祝福他 成为别人的主角呢 这一点的确自私 而对于女生来说 你即便不跟他在一起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也要记得 太过于依赖 依赖到没有自己的女人 男人是不喜欢的 太过于独立 独立到不需要男人 男人也是不喜欢的 最好是人格和经济上独立 情感上依赖 这才是正确的 互相依恋的关系 你就做自己的就好 我希望在六十秒的时候 你祝福他 对于你来说 还是记得 男人给你的 有陪伴 但其实更多的是 情感上的依赖 生活还得靠自己 好 谢谢杜老师 我是觉得挺遗憾的 你也是跳舞的 对吧 他的专业也是舞蹈 他因为爱你 所以他也去了 而你压根就没看得上他呀 你是觉得他没有能力 他只是你的一个附属 我记得谈到这一块的时候 女生是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动情的 你否定了人家 你否定了他对这个工作 和对你的那么深的爱 当时去世想付出的 但是你完全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你以为他是在胡闹 是你干的吧 因为我问过你 你又没有问过他 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你是想当然 你给我的回答是 我怕他吃苦 那个时候可能他觉得 跟你在一起 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对吧 其他都不重要 最可惜就是 这段恋情当中的 这一部分的错过 这大概是我觉得挺遗憾的 因为小伙子也不错 姑娘从后来的这个表达来说 开始独立了 开始去自己去做演出 也明白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段爱情 对你们来说挺有价值的 有过这么一场 爱情其实也挺好的 所以结局你们自己来选 生活的方式 你们自己来选择 要不要在一起 都是你们自己来选择 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你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网友提问说 我已婚有孩子 但是老公呢 只是名义上扮演了 父亲老公和女婿的角色 而没有真正意识到 自己是父亲老公和女婿 还总问我 你和孩子出去 为什么要叫上我呀 我真的很无奈 这该怎么办 马上回来 听起来呢 像是名存实亡的婚姻 但有些人从名义上的角色 到实质上的转变 真的需要时间 那这个过程 如果你愿意等待 就请你陪他一起成长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他们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再一次地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